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超级大豪宅,里面应有尽有,每天回家都能舒舒服服地享受着?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七座不仅最安贵,还让人不可思议的豪宅,一起来看看吧! 你能想象在一个本来没有陆地的水上建房子吗? 美国建筑师查尔斯·齐格里斯的住宅就是这样建成的 它在原本满是水的河流中间,用土填满,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宫殿,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从空中俯瞰,这座宫殿和邻近的娱乐区如同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屿一般 岛屿住宅听起来或许还不太稀奇 但你听说过建在机场的豪宅吗? 演员约翰·特拉沃塔和他的家人就是住在机场里面 约翰的内心一直有着要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 每个人都想把梦想变成现实 约翰也不例外,他成功地考到了飞行员执照 还建成了这座带有真实飞机的豪宅,是不是很棒呢? 要问世界上最大最昂贵的私人豪宅是哪一个? 那当然就是这座位于印度的空中豪宅了 这座看似有点丑陋的建筑,花费了印度商人目击石安巴尼20亿元 其总高度为173米,其中27层还放有168辆豪车 还带有私人汽车服务,豪宅中还带有悬挂的花园 说到豪宅,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肯定不能漏了 他的豪宅那可叫一个高科技 房间里的人可以通过高科技的传染器系统 轻松地调节温度和灯光 扬声器安装在每个房间的墙上 如同自带KTV效果 连科人都能随意地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音乐 比尔盖茨还将最喜欢的枫树 种在了一个装有特殊电脑系统的房间内 每天24小时监控,还能给树自动浇水 你听说过有地下豪宅的吗? 曼联著名的后卫加里·内维尔 决定在地下建造一个家 这位足球运动员的地下生态住宅 花费了2432万元 它的屋顶是陆地和草坪 太阳光会穿过屋顶的玻璃圆顶透射进来 创造了自然的光线 看起来就像一个典型的英国花园 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 有着一座拥有两层电影院的豪宅 它的主人是美国最大的家庭 亿万富翁大卫·希格尔 除了有两层的电影院 房子里还设有保龄球馆、健身中心 五个游泳池、一个能容纳500人的宴会厅 以及一个装有2000瓶酒的酒窖 住在这样一个豪宅里 就算是足不出户 也可以尽情享受娱乐和健身的乐趣了 如果把动物园搬到住宅里会怎么样呢? 英国人赫弗娜就实现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它的豪宅里设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动物园 还有石窟和游泳池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看到这里 我已充分体会到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如果也给你机会 你希望拥有一座怎么样的豪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